那么回到这边我想刚刚听完了总统的演说谈话之后 我们知道总统刚刚也为大家揭示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四大方向 那么在这当中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拼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坚守我们的主权 以及推动区域的和平 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请教两位的教授 那么在拼经济方面想先请教黄教授 我想总统刚刚提到了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 能够在未来台湾能够在国际经贸体系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教授您怎么看 在目前全球的这个经济状况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下 那么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 也面临了一个迟缓的一个迹象 那么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说是条件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下 未来我们再改善产业经济的这个方向 应该怎么走呢 我觉得今天马总统基本上 把未来台湾经济应该走的路 已经很明确的指出来 我听了是觉得相当的高兴 主要就是说老百姓关心的 第一个我的心事能不能增加 我的生活能不能过得更好 那就牵涉到台湾的经济能不能持续成长 所以他今天提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调整产业结构 另外一个就是松绑法规 这两个呢 一个是从国内来看 一个是从国际来看 你松绑法规外资会进来 所以我们的国际投资环境已经名列全球第四了 但是我们国内本身厂商还没有完全感受到 总觉得在投资着很多法规的障碍 所以这松绑法规这部分 应该是目前 这么在做产业调整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在做产业调整的时候 也要找到台湾经济的利基 我们利基在哪里 我们的国民的受教育水准非常高 尤其是相对大陆来讲 我们拥有这么庞大的能力 我们应该推动我们 比较有加值的这种服务型的产业 所以马中罗今天也把它点出来 这我基本上对今天马中提的这几个方向 我想不仅相当肯定 我觉得马中应该相当用心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 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蓝图这种想法都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具体落实 那我觉得还是距离老百姓期望的境界 还是有一段距离 尤其松绑法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们立法院表现是 很有改善的空间 这法规有很多是过时的 有很多是残缺的 那现在怎么样让这法规能够继续 配合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 这是我们政府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 行政部门就是有关整个投资审批的部分 还有怎么样带动台湾产业结构转型 还有整个产值能够加倍 这部分政府也可以好好做 那我觉得在服务型的产业里边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市场 就是中国大陆市场 我觉得台湾在这一部分 应该是遥遥领先 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产品的接触度相当高 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说能够在服务型的产业里边 能够继续的加值加大加深 我想对我们产值的增加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如果能够产值能够增加 我想相对的 我们薪资要调高 也有它的空间 因为厂商能够获得利润 它当然可以回归整个员工 那我们的所得会继续向前迈进一步 这是我对今天马总统对经济议题 我觉得他琢磨的部分方向非常正确 现在下一步就是国家生日晚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是行动开始 能够有具体的措施 那一步步来推动 是 老师刚刚有提到提升经济的利机 市场会要提升经济 政府有很多的动作 像是最近的唐渊航空城 还要打造基隆港跟高雄港 甚至现在还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老师你怎么来看这一年串的动作呢 我觉得这几个动作 比如说航空城跟基隆港高雄港 其实就希望把我们台湾的整个格局 加大 加宽 加广 一个是航空的部分 一个是海运的部分 这两个可以把台湾经济发展空间 大幅度的透宽 像我们现在跟大陆经济网的这么密切 大家知道从上海或从北京到台湾来 总结果我们机场很小 就台湾怎么空间小 机场小 格局小 所以如果说我们未来 马总统在第二任期 今年是第一年 第二任期第一年 如果能够在航空城里边 基隆港 高雄港 甚至加一个台中港 能够好好的把它整顿 能够好好的加速建设 把航空城把它落实 然后把基隆跟高雄两港 然后加倍的透宽 我想对我们台湾整个未来 扮演这个亚太语言中心 或亚太的整个经济枢纽 应该是扮演相当大的一个角色 也对我们台湾经济进一步升级 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 我觉得不管是航空航海 我觉得相当期待 这也是台湾将来 经济能不能放宽格局 经济能不能进一步 成长的关键所在 要不然我们可能就在 目前这种格局里边 不断地打转 要上去很难 那薪水要加呢 也不太可能 是 那么我想这个经贸的发展 其实要拼经济 其实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下 经贸能够有比较好的 一个发展的状态 想接下来想请教郭教授的就是 我们看看最近 不管是东海或者是南海 整个区域可以说是 非常的不平静 那么在东海的部分 因为钓鱼台的问题 那么这个日本的一些动作 所以这样整个区域可以说是 甚至有人认为 会有一些军事的冲突 不过我们来看 这个区域安全的部分 当然马总统在 刚刚的演说当中也提到了 要推动这个区域的和平 那么马总统在8月份 也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 您怎么看 现在以东海的情势来看的话 台湾跟日本的关系这么的密切 尤其经贸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土的纷争之下 那么台湾该怎么坚守我们的立场呢 谢谢主持人 我想这个我们纵观马总统 从2008年执政开始 他的施政主轴是非常明确的 历定了所谓的黄金十年国家愿景的八大主轴当中 其中的区域和平这一块 一直是我个人观察 这四年来 包括新任的这一年开始 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这个循序渐进的 而且是非常稳扎稳打的一个务实性的一个外交的政策 那我想这个外交的政策 这个还有这个整个和平的推动 在国内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 因为这些相关的这个薪资的问题 可能没有得到非常多的关注跟掌声 可是我们如果回头看 像最近这个不管是世界这个一百多个国家 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签证 包括美国现在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认同 事实上都是展现出整个 政府在这四年多来 在整个两岸和平的一个推动上面的一个 算是一个功劳 因为两岸曾经在2000年以前 都是所谓的世界四大引爆点 这个可能产生冲突点的主要的站长之一 那这四年来 让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在区域上 或者是在整个国际上 都在展现出一个所谓的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四年多来 我们在和平缔造这一块 在区域的角色扮演这一块 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位 那我想这个施政主轴提到了所谓的清美 然后再来是和路 有日 连结亚太 扩大全球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觉得 从钓鱼台事件看得出来 马总统又要顾及到渔民的权益 这跟他的生计 又要顾及到主权 所以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拿捏 的确是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国际的认同 既没有伤害到我们老百姓 跟这个我们的商人 跟日本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 又可以维护到我们的主权的一个权益 所以我想主权这一点 一直是没有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马总统政府当中 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丧失主权 或者是不提及主权 他是一直在强调 主权在我的这一块 但是呢 是在各自争议的情况之下 共同进行和平互惠 跟这个共同开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具有格局远见的一个做法 也是一个在国际间 一个小国能够找到一个定位 蛮积极的一个行为 谢谢 我想补充一下 刚刚提到那个签证 我们现在对美国的免签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等了五十几年 终于达到了 那对日本的免签 这已经前一阵已经达到了 大概十年前 那现在下一步我希望 马总统在跟营造两岸和平的环境当中 能够设定下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创造这个服务型的产业 是不是能够争取大陆免签 像世界第一大经济美国 我们已经免签了 第二大经济中国大陆 又能够免签 第三大经济日本也是免签 那我想台湾国际空间应该非常大 再配合桃源航空城 基隆高雄两岗的透宽 我想台湾将来应该俯俯身奉 让我们的生存空间 不会因为居住在一个小岛里边 把我们的空间舒服了 把我们格局弄小 把我们眼界弄低了 所以我觉得争取大陆免签 可能是既跟大陆签递EGFA 签递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整个下一步马正文要努力 对吧 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 台湾同胞 我们国人到大陆去 应该呼呼声波 现在到大陆去 至少大陆同胞对我们国人应该是相当相当的友善 如果说再对我们在免签 我想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的进出口 基本上中国大陆 日本 美国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前三名 是 老师其实在讲要突破 对不对 那在突破 讲到突破这一点 事实上在最近的时候 国防部的副部长杨念祖 他也到了美国的五角大厦去做访问 而且他的相片也刊登在网站上面 那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这个是不是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 其实这个很明显的是象征 美国对于整个台湾 马政府在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上面的一个认同 那这样子的一个突破性的行为呢 就表示呢 美国事实上认为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 他扮演的角色的功能可能会越来越发挥 那免签这件事情当然是除了这个 肯定我们以前的这个前大使 这个袁建森元大使的这个欢送他 也算是欢迎我们的新任的这个 驻美大使金普冲啊 那最重要的当然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民的 整个水平的提升的一个认同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认同 当然就带动了我们整个美国政府 跟台湾政府之间的交流上 他认为层级也必要提高了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一次的国防副部长 访问美国这件事情得到这样子的美国 美方的这样的一个善意呢 表示事实上美方跟我们台美之间的关系啊 是非常稳定的啊 谢谢 是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情况 或大家想说是跟这个钓鱼台有没有关系啊 有没有可能呢 钓鱼台的事件啊 我觉得美方事实上在钓鱼台这件事情上 当然是希望是一直维持他所谓的国家利益 跟这个他的一项的所谓的两手策略啦 那当然他在日本的这个 因为有美日安保条约的关系呢 在日本的整个他的一个重返亚太上 需要日本的强力的协助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如果说在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回应啊 当然是美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以我想台湾在这一次这个中日跟台上 就对于钓鱼台事件上面的事情 表现是相当的沉稳 而且一直在创造所谓的和平跟稳定的这样的角色 这是得到美方的认同的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通常讲一句话叫以小博当 以小博当 现在这钓鱼台事件其实给我们台湾相当大的一个机会 因为以往台湾在中美在博弈的时候 台湾经常被忽略掉甚至被牺牲掉 那现在呢 钓鱼台事件让台湾跟大陆有机会走在一起 这是美国跟日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通常我们跟美国走在一起走得更密切 也是大陆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台湾在钓鱼岛这个事件里边 终于发现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价值就是能够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甚至加一个日本 这三大国之间我们可以扮演一个平衡性的角色 我们太偏美国或太偏大陆都不好 所以马总统说要跟大陆营造友好环境 跟美国要维持良好的关系 跟日本也要积极争取改善关系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小国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 钓鱼台事件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 我们政府啊其实出招出的蛮好的 大陆看了心理很窝心 美国看了心理也很爽快 然后美国呢又怕我们太过去也很担心 大陆也怕我们不动作又倒入美国 他也很恐惧 所以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台湾呢积极发展经济实力 就在国际空间上 刚刚在这个国庆节目里面也提到了 就基本上啊这个大陆啊就是说 胡锦涛主席跟袁山先生在会面的时候 基本上也同意我们争取国际空间 大家想想台湾都渴望国际空间 我们国庆日啊就只有一个国家来 元首来 如果大陆如果其他国家国庆日啊 世界各国大概至少上百个国家了 元首至少也很多很多 所以我希望明年或后年 或在马总统任期结束前啊 这外国元首来台湾参加国庆日的数目啊 能大幅成长 而且比我们邦交五还要多 这就是台湾在雕台事件之后啊 争取国际空间一个最好的展现成果 是 像老师所说的啊 其实台湾在这一次的整个 不管是东海或者是南海的危机当中啊 其实真的展现了我们 我们原先一直很担心被边缘化啊 不过这次台湾的这个自治啊 展现出了这种自治的样子啊 其实也让很多国家是刮目相看啊 不过刚刚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啊 现在不管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这个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很担心因为这些主权的风波 让台湾有一天跟中国大陆联手啊 在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知道日本也好 或者是美国现在是很担心啊 中国大陆在这个整个区域的崛起啊 所以也相对的做出了许多的一些动作 那么老师怎么看啊 在现在这样子一个国际情势 一个复杂的状况之下啊 台湾在两大之间啊 要怎么拿捏我们的角度呢 如果说尤其我们国内也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出来啊 那么在政治上也认为 好像我们跟中国大陆 不应该靠得太近 那么台湾怎么整合国内的声音 又怎么面临国际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呢 那么请郭教授您觉得 是我想这个台湾在这几年的整个的角色定位上面啊 我觉得拿捏得非常的准确啊 但是在落实部分 我是觉得和平缔造者是做到了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扮演的功能啊 比如说是人道救援的提供者 这一块我们台湾在这几年当中啊 所有个人实际参与的一些国际志工的推动 包括我们常年来大家都认知的一个 实际的志工的一个推动 事实上在人道救援这一块 我们也得到非常多的国际的认同 那我比较期许的啊 事实上政府应该也在推动了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创新科技跟商机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台湾这多年来的这个基础的发展啊 在我们这个啊 所谓的一些3C产业啊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部分 事实上在国际之间是扮演非常关键性的角色 那这样的关键性的角色如何能够发挥呢 让它成为是一个啊不可取代性啊 尽管如果不是不可取代 起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者啊 关键者 那我想可以让这样子一个啊 自己的地位更加的清楚 然后壮大自己的经济啊 国内的这个杂音呢更加的这个啊 弥贫之后 能够共同去找出一个台湾未来在国际之间 所要必须扮演的一个角色 嗯嗯 是 我补充一下啊 就是台湾不管是在经济或政治上可以扮演的角色相当多 是 在经济上啊日本要投资大陆 日本要投资大陆障碍非常大 因为现在大陆民众都在反日 嗯嗯 所以日本呢要投资大陆 要顺利安全的达到他目标 最好方式就跟台商结合 拿到 跟台商结合要共同投资的啊 到大陆去啊去拓展市场 到大陆拓展市场的时候 就打出台湾招牌 嗯嗯 虽然是台日合资 但是以台湾为主 同样中国大陆到日本去 也要跟台商合作 因为台湾跟日本关系比较好 啊 这经济面 那跟啊 在政治面来讲 我们现在跟美国已经正经到免签了 那中国大陆民众一定是感觉很 很窝囊 所以为什么台湾民众就可以 拿中华民国副照就可以 拿这个PR系统就没办法 所以就在这部分 台湾的民众啊 就我们国人啊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整个信息 整个品质 让美国接受 当然我们也一步步把大陆带进去 比如上海北京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 让上海居民 让北京居民 也能够逐步的得到免签 我想这是台湾对大陆啊 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可以争取大陆民心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 台湾中国人 哎 能够在美国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让人这么尊重 哎 同样的 但是台湾中国也可以做到 大陆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我们让美国人有信心了 那下一个就是上海跟北京 再逐步下去 就像我们开放这个大陆观光客一样 我们自由行也是从北京上海 天津几个重要都市开始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现在不要小看自己 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怎么做 整天在内耗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啊 企业界啊 大家觉得很茫然 其实我们没有茫然的资格 没有茫然的条件 也不应该茫然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看我们格局 我们眼光 还有我们做法 对还是不对 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啊 在这个时代啊 是最好的一个时代 全球重视中国人 最棒的中国人在台湾 大家觉得中国影响力最大 那中国最有影响力是在台湾 我们软实力 我们的国民素质 所以大陆观光到台湾来 印象非常深刻 刚来觉得台湾很小 这么旧 进来又发现台湾 这么进步 这么干净 国民素质这么高 哇 整个各方面的软实力 都让大陆民众刮目相干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啊 应该是引领中国大陆 这是早期二三十年前 我们大家都讲 好四五十年前 老总统老蒋总统就这样讲 我们台湾扮演 整个中国的明灯 灯塔 那现在就是了 这灯塔已经开始 闪闪发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不需要茫然 一时的经济的衰退啊 不代表我们将来 经济就永远衰退 我们就找到立即 找到方向 我们努力去做 不论从经济从政治 台湾现在是掌握 历史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看国庆日的指标 我们也期望一个 这个国民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像明年啊 我们马中龙在主持 中苏国庆典礼的时候啊 或王金明王院长在主持 这个大会的时候 能看到国外的贵宾啊 贵宾云集 还要加一个朝野领袖 大家都坐在那边 国民党 民进党 清民党 新党 台脸 穷都在那边 举国上下一心 这展现台湾最娇儿一面 我想政府部门做到 民众也可以做到 从马总统开始 营造两岸和平环节 也要营造朝野的和平的关系和气氛 这是我们对政府很大的一个期望 这是做一个小补充 那老师会不会有一个疑虑 就是最近的两岸关系走那么近 那会不会说 让他讲说走得太快了 对两岸来讲 并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感觉 或是有没有 怎么样的想法在里面呢 我个人觉得 两岸关系啊 没有走太快的问题 只有走太慢的问题 走越快 美国越紧张 对我们越好 武器卖越便宜 武器素质越高 然后免签越快 然后对我们的投资会越多 他要保持对台湾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就有筹码 如果他们两边 我们跟大陆越冷淡 我越没筹码 所以主持人这个观点 我同意 我希望越来越快加速 如果跟大陆加速的话呢 我们影响大陆民众 影响大陆政策 影响大陆政治 这个程度跟密度跟强度 会越来越大 如果越来越大的话 大陆进步越快 对我们台湾安全越有保障 我们国防的经济 就可以慢慢低了 而且我们对大陆 实质的影响力 会越来越强 所以两岸和平环境 营造的时刻 就是我们台湾 主导大陆 跟影响大陆的开始 我个人在大陆 几乎大部分都走遍了 我觉得大陆民众 对台湾同胞 你只要讲说 我是台湾来的 基本上 第一个眼神 对我们很友善 心里边 对我们很羡慕 说台湾 台湾来应该是很棒的 都很想来台湾 但是很多人都没来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在这部分 如果能够变大陆民众 心目中 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我们的实力就来了 我们筹码就来了 当我们一个小小台湾 能够影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即将变第一大经济体 各位想一想 全世界听中国的 全中国听台湾的 我们有什么好灰心上志 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会茫然 我们大家大拼都来不及 所以两岸关系 只有加快加盟加盛 我们依然力才会出来 所以这一点我完全认同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当中 我们现在非常多的陆生 大陆学生到台湾来读书 那陆生事实上对台湾到台湾 不管是陆克或是陆生 到台湾来之后 事实上他的最大的感受 跟他个人的行为的一个改变 就是一种社会规范 比如说从日常的生活当中 包括这个排队 包括这个整个土壇的习惯 在这边之后 他会因为有这样的典范可以学习 他就会跟着这样的从善如流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量的开放 或是更快步的 加速的开放 更多的商务上部分的 这个人事的交流的开放 都能够促进两岸之间 有更多的一个质变 那我们常忽略 我们一个民主典范的价值 事实上民主典范 在台湾好像变成是一个很政治的议题 老生常谈 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民主呢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跟大陆人来分享的时候 事实上对他来讲是一种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马政府可以去 好好去思考 如何把民主典范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融合变成一个很生活常态的东西 让更多的路深或路客来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举身我小例子 我在北京搭地铁搭了四年 四年前根本没人排队 三年前也很少人排队 去年跟今年开始排队越来越多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台湾或是外国人到那边越来越多 台湾也越来越多 因为政府已经开放已经合法了 所以当台湾到那边也会排队 对不对 几个人排队 后面也不好意思不排队 所以影响层面就越来越多 第二个 路深到台湾来 来这边交流 看到台湾同胞都在排队 所以回去北京 他也开始排队 所以量变到直边 现在北京都排队了 这是我对大陆的改变 最震撼的一个地方 就从公共运输来看 一个地铁四年前没人排队 大家拼命几 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数字这么差 但现在改变了 还有像课堂上 我们大陆的同学来台湾交流 尤其是女同学 来这边叫做一学期 然后完了 他们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真想继续留下来 台湾太好了 各位想一想 大陆女权是很高张的 女性是很有地位的 但大陆这个女性 对台湾都很肯定很认同的时候 我们台湾还没有希望吗 台湾会没有影响力吗 会没有主导中国的力量吗 我不相信 同样我们学生到大陆去 也是跟他们交流 他们就说台湾来学的数字 很不错 而且台湾同胞很有民主素养 然后谈话 行为 举止 重规重景 有节有度 他们就说台湾学生怎么 数字这么好 他们也会学习 所以我觉得台湾真正对于 全中国未来发展 最大的贡献就是 让14亿同胞 都变成2400万同胞的化身 2400万去融化14亿同胞 那展现出来的数字 全世界都会尊重 都会尊敬 我们不需要像日本 打到这么高随着 因为我们辈子太大了 这辈子要到日本的 七成八成 全世界第一 像现在大陆这个GNP5000块 日本三万多 快四万了 但是中国大陆的实力 比日本还要强 从调查事情大家就知道 日本一定会担心中国的 一定会担心 它是因为有美国在撑腰 中国大陆怕怕日本 完全不怕 也不放在眼里 重点是在美国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大陆GNP5000块美金 我个人算一万块美金 因为中国人 地下经济太发达了 很多都是没有拖过市场经济 就是我们早期念经济学 就知道 台湾以前就是 台湾以前GNP才一万块 但台湾以前烟角木了 为什么 太多没有缴税了 太多没有合法了 地下经济太多了 包括这个家庭主户 带小孩什么 都没有拖过市场 都没有列入GNP 但是日本全部都列入 美国也全部都列入 所以我们的实力 就是影响大陆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生活小 小角度来看 我们台湾影响力就是无穷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所有边疆地边 黑龙江 新疆 西藏 你听到的这个歌 你在taxi上坐的 出租车上听到 都是台湾的歌 你在KTV里面 看到的歌 95%是台湾歌 香港歌几乎没有 大陆歌很少 中国大陆学生 说简体字又简单又好 我们说简体字又漂亮又怎么样 就要讲半年他还是不服气 就在KTV里面 让大陆年轻人 乖乖地学繁体字 他说啊 繁体字啊 虽然讨厌 但是歌很好听 听久了 就要看字幕 看久了 繁体字也看懂了 所以来台湾他们障碍越来越低了 这就是我影响的 事实上我们从QQ网页上面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也发觉他们现在对着这个繁体字 也是看得蛮懂的 不像以前好像 就是KTV教育出来了 那就是我们台湾软实力 跟服务型产业 就是KTV就是我们台湾服务型产业 一个代表 还有民歌民谣 台湾的歌星 在大陆的影响力真的非常大 这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珍惜 而且要发扬光大的地方 我想两岸的交流在现在来看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热烈的状态 那么政府当然也为了因应这个时事的演变 也正在做一些调整 像刚刚马总统在这个谈话当中也提到了 在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当中 也会做出大幅度的修正 那么想请教两位教授的就是 在两岸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况交往下去 我们知道马总统还过去 提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都是提到所谓的先经济后政治 那么现在我们正努力的往经济的方向 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深化交往 两位教授我想先请郭教授来谈谈 您觉得所谓的先经济后政治的这个角度 未来是不是还是朝这个方向走 还是应该要有一些调整呢 是我想两岸关系人民条例的修正 事实上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一个务实的政府该做的一个动作 因为的确这几年来 两岸之间的互动这么频繁 但是太多的这些基本上 连基本人权都违背的一些这个约束 在我们的路深或我们的路客 或是大陆的商人身上都发现 所以我想既然是大陆是我们现在对最重要 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的确在这方面要做一些修正 我想政府能够做出这样正面的回应呢 表示他事实上看到人民的实际的需求 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说如果说这个两岸之间 将来在整个的一个互动上面 该如何呢 该做一个必要的一个调整或转变 我是觉得这个总统政府 在两岸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制定上 非常清楚的 就是完全在不为其主权的情况之下 能够跟大陆做更加和谐的一个发展 那是不是先经后政这件事情 事实上已经推动多年了 但是先经后政一定会遇到政 也就是说现在马政府最大的挑战是 当他遇到政的时候 这个议题他要怎么样拿捏 那时候的主权就会被摊开台面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 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 两边的经济非常热热的过程当中 就去思考什么样是符合两岸 共同最大利益 那这共同最大利益是需要经过一些讨论 需要经过一些政策的拟定 跟沙盘的推演 甚至呢集思广益 能够找出最大的价值 我觉得两岸现在对话非常多了 我想 我就是更有经验了 在两岸各种的这个平台的对话 已经在 几乎你可以在台湾在大陆各个角落 随时都听到有这些 两岸之间的各种性质的这种 专业的对话了 或者是一个平台的一个机制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 最终就会遇到所谓的 应该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开始去寻求符合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 那我想这个球我们可以先抛出来 所以应该是在接下来的这个 第二任的这个四年的施政当中呢 应该将两岸议题 锁定到可能会预期发生 有政的谈判的一个必要性 对 是不是请老师 我觉得清清小姐刚刚提到 先金或政 那是政治术语 这句话 我们在经济里面 其实在处理政治问题 所以马泽东刚刚提到说 我们要复设办事处 请问复设办事处 我们在那边设个办事处 在北京再上海设个办事处 里面有插中华美国旗 你大陆同胞来签证 进来看中华美国旗 好 讲经济好了 陆生到我这边来 陆之大陆银行来这边设分行 他来这边一进来一看 双十节 到处都青天白日满地往国际 他一看这什么地方 大陆是跟大陆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一个完全有治权 有政权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政府 就是我们中华美国主权 大陆同胞先经好了 刚刚说先经后政 你为了经济到台湾来观光 或来投资 一到中正 不好意思 陶渊国际机场 不是中正国际 陶渊国际机场 一进来一看 持中华民国副照 排这边 就是我们 持非中华民国副照 non citizen 就排那边 请问 大家同胞排哪里 这是不是政治 绝对是政治 我们到北京到上海一去 外国公民 中国公民 我们排哪边 我们两边都可以排 哪边人少我们就排哪边 外国公民少我们就排外国公民 他也照样给你盖个帐 可能心里想到这家伙 然后排这个中国公民 对不对 很高兴 嗯不错 认同中国 其实我们只认同哪个速度快 是不是这样 这有没有政治遗憾 有 我们的幅度比较大 我们当然自由度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先经后政 这是一个政治术语 其实经济里面就包含政治 而经济里面的政治 才是真正的政治 深入迷信 你说大陆同胞来这边投资 来这边开公司 来这边念书 来这边交流 一看 刚好碰到我们总统大选 碰到我们的地方 县市长选举 请问 那不是政治吗 一看 动算 台湾怎么这么好 可以动算 一到台湾助理馆 电视打开来 一看 在评论 说马总统做乱七八糟 给我下来 台湾怎么这么好 我在大陆待这么久 哪个老百姓敢讲 胡锦涛给我下来 没有 永远 所以台湾这方面 其实就是政治势力 其实就是政治影响力 所以刚刚郭教授提的 我觉得那是比较严谨的 政治定义 就是说 我们先谈经济一题 后再触碰到主权问题 其实主权问题 在经济里面随时都在 你potspot一打开来 就是你的主权 上面就写中华民国复杂 你变台胞证 你变有中华民国国庆进行 陆台证也有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 大陆同胞到我们办事中 我们到他们办事中 就在发挥这个政治的影响 是 是 老师有一个时间的关系 是不是最后请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一分钟的总结 是不是先从郭老师开始 是 我想今天听到这个马总统 在整个双十国庆的一个演说 的确事实上 让我们又放了一个心 基本上还是施政主轴非常明确 没有因为这个低迷的民调 或者是一些民生的问题 或者一些比较国际局势的 动荡的问题 让他在整个施政主轴上 有做一个大幅度的修改 那基本上施政主轴是非常明确 那执行的方向也非常正确 接下来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如何将我们最高价值 不管在台湾在两岸在国际之间 都能够找得到 谢谢 是不是请 好老师 今天国庆的演说 其实给老百姓 给国民一个很好的方向 知道大家要追求什么 第一个就加薪 生活太苦了 我们现在太久没增加了 所以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薪资是马总第一句话讲的 那我觉得他强调重点是 从经济一直到政治 表示我们就很关心经济议题 如果经济议题解决了 在台湾的政治问题可能更好 他最后是辐射办事处 那也就是说 把我们经济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发挥我们影响力 改造大陆 这是我们当年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这是我们长期的目标 那也提到桃园航空城 也把具体做法都提出来 比如主权跟义权也提出来了 我觉得大家对马总统 马政府批评非常多 那马政府这次也端出大菜出来 接着我觉得我们全体国民 应该好好地盯住 政府有没有做 还有支持政府去做 这才是我们在国庆日 应有的态度 是 谢谢两位老师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中华民国 101年双十国庆的现场 实况转播特别报导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为各位朋友 进行到这边了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也非常谢谢 黄达业教授 以及郭收望教授 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做的深度剖析 谢谢大家 我是海清清 我是陈子华 再会